新北版乔某幼儿园传出老师对孩童喂药的遗语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而新北检在今天下午也有最新的调查结果带您一起来听 今天上午我们就收到这个全部的检验报告 我们也会立即通知家长本次检验的结果 让这个家长和家属来安心 那检验的结果如下 第一点的部分 三十六名幼童的毛发都没有检出有八笔妥类的药物 以及本二氮瓶类的这个药物 那没有检出这两种药物的话 就是代表没有检出这两种药物里面的四十七种的 属于这个种类的这个药物 这是第一点的部分 第二点的部分 那我们也有去验一些这个感冒药的成分 那部分幼童有验出有一些药物的反应 但是这些药物都是一些常见的感冒药的这个成分 这三十六名的学童体内都是没有被验出有八笔妥的药物成分 只是针对家长 有部分家长还是有针对监视器的影像 提高幼儿园管教不当以及伤害等罪 目前检警仍要持续的调查厘清 还有是针对幼儿园监视器的画面 在四月前有事针对画面都还是存在 四月后呢画面都是不见的情况 目前检警仍要持续的厘清当中 以上交换给朋友们